做首座的這個太陽能宣傳車 結合在地的智慧 由市府的預算支持 讓民眾與市府可以一起打造 避害家園 那昨天市長有聽到問我說 什麼是這個由下而上 那我簡單一看就做過道 包括剛剛市長騎的那個變動 那個太陽能的腳踏車 就是由社區來發想 發想之後呢 透過我們環保局這邊 集合各個專家學者 覺得評估之後 覺得可惜 那我們去鼓勵這些社區 去做這樣的一個活動 然後呢 達到那個節能減碳這樣的目的 南市長安威特四月二十號 在英法市政動心 騎到這台油路後排骨 在生理所做的力量選團 腳踏車 親自來選團 因為今天是南市低碳家園 含著社區參與市 五省低算單位的辦中店裡 北區大人社區擦展協會 帶來的綠能2.0阿波羅滾球叉 國社區也都利用這個機會 為自己來大大選團一下 像是北區政令 就用太陽燃為咖啡檔發展 煮咖啡 為得也現場來試一下主理 臺灣保護民室的綠能車名手 能夠移動式的考驗 很多基層民眾 他們覺得說他們的社區 他們環境需要做的 環保局也都能夠接受 我覺得這點是 這個所謂公民室參與的精神 或參與是預算的精神 我們不但是要維持 還要繼續擴大 能夠讓市民覺得說 他們所需要的 跟公務員 或是說環保局 是他們想要的 中間能夠得到最大的一個公約數目 今天接受辦公務 有兩年來參與 實體案的15位社區 並且它的行政區 為單位電視台南市 兩年來社區就行 希望團行社區的成功經驗 去應更多的社區來參與 持續開用台南市的心理民主精神 中間所會議家 sphere決定公民 院議員 凡千年來的 melhor の市民主謝謝 開動 大官吼 大官吼